謝謝主席,我們先請主委 這樣主委 主委好 我們先談這個語言 沉浸式的教學 主語教學幼兒園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 語言發展的辦法裡面有規定 那全國的這個沉浸式的 主語教學幼兒園的數量 其實歷年來也是逐年在增加 我們看到到111年的時候有80所 但是到底沉浸式主語教學的幼兒園裡面 他要領選所謂的主語教保員的這個 結果是怎樣 我們來看就是 以108年度來講 全國是有44所這種幼兒園 但是報名需要領選的是34家 可是呢 最後錄取的幼兒園只有10所 有高達24所 沒有辦法有錄取 那到110年的時候也一樣 我們總是會有 主語教保員的徵選 無法完成的這種現象 主要的原因是在哪裡 一切我們過去的媒合力是相對比較低 有一個現象可能是我們核定計畫的時候 跟人就是教保員的整個媒合 這個機制有出了一些問題 制度的設計呢 例如說 這個主語的教保員 他的角色 我們有沒有跟國家的幼教制度 不一樣的制度設計 來讓我們可以比較有機會 這個請次長來說明一下 讓我們比較有機會 讓沉浸式的主語幼兒園 能夠真的在裡面有語言的環境 對 因為如果你的制度 跟懂得這個語言 譬如說我的主語 我的主語 根本我就沉浸式的幼兒園 我根本就找不到 主語教學的教保員的時候 那我要以語言中心 還是要以教保員的資格為中心 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我是要以教保員的角色 跟資格為中心的時候 我可能永遠媒合不到 但是我如果是以語言為中心 作為我的目標的話 我很可能可以用代理的制度 或者是臨時教保員的制度 用約聘的制度 我讓懂得主語的 很可能她是一個阿嬤 但是她懂得主語 她也可以進來照顧孩子 但是她不具有教保員的資格 假設我是以語言為中心的話 我趕快我就可以媒合出一個主語環境出來 那你們在制度上 允不允許這樣做 謝謝委員 委員剛剛提示的一個 有這三個組是連一個都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合格的 委員剛剛提示的一個 蠻可以來嚴厲的一個方向 你們兩個不會 好好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來源就很有限 你看一下這個統計 107年到109年的主語認證 在人口統計當中 我能夠通過中高級高級 優級主語認證的人 實在在總人口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好 這下面的這個這個人口 人口佔比 並不是說我通過主語人數所佔的比 不是喔是橫向的佔比 不是直向的佔比 好這個佔比是非常的低 我們能夠我們能夠尋找的教師的來源 就這麼的有限的時候 那你知道幼兒園 其實我如果我幼兒園的環境裡面 有一個母語有一個主語的人員在那裡 讓孩子他就有一個語言環境在了嗎 但是他受制度的影響 我教保員就是要教保員的資格 你如果不解決永遠是這樣 你看看 需求跟實際上能夠提供的落差這麼大 其實各種語言都有這個問題 各種語言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的幼兒園提供一個很好的環境 因為我總是雙教師 教師跟教保員 我總是雙教師 在照顧一個班 你說這個台語也好 客語也好 原住民的族語也好 如果我這雙教師裡面有一位 他從頭到尾就是講那個母語 講原住民的族語講客語 或者是講台語 只要有一個從頭到尾是這樣的話 孩子在學校裡面 在幼兒園的時期要學習就很快了 我覺得要朝向這裡去規劃設計好不好 主委 跟次長跟教育部這邊 共同好好的來解決這個問題 來次長您請回 很好 好 好